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转眼,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因为这个膀胱癌去世已经是八年半了 在当时就有很多人都疑惑 被称之为国贼和国妖的徐才厚怎么就死了呢? 有中南海保健师的照顾,膀胱癌晚期也不至于啊 没错,徐才厚本来是不会这么轻易病死的 但是有一个人要他死 那他就不得不死了 这个人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为什么要他死呢? 原因很多,包括什么权斗啦,贪腐啦 主要的呢,还是徐才厚把自己的情妇张兰兰送给习远平 做了习家的媳妇 再加上与许有丝绸的彭丽媛不断的吹枕头风 才是徐才厚必须要死的真实的原因 有人会说呢,徐才厚是病死的嘛 是患了膀胱癌,到了癌症的晚期 最后不治身亡的嘛 这个说法当然也不错 直接的原因呢,可能就是这样子 这也是呢,习近平呢 要让大家相信的呢,所谓的一个事实 但其实呢,这只是一个表象 真实的原因是隐藏在背后的 而且呢,习近平那是希望越少人知道越好的 其实在当时就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那也就是说,像膀胱癌这种病啊 虽然要根治呢,不是很容易 但是也不会一发现就很快死人啊 为什么徐才厚的膀胱癌 从发现到死亡只有两年多一点呢 以徐才厚作为国家领导人 难道膀胱癌就能要了他的命? 根据中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这个数据啊 膀胱癌的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 2015年,也就是徐才厚病死的那一年啊 全国膀胱癌的这个死亡率呢 是每10万人中呢,只有2.37人死亡 可以说死亡率是很低的 当年的这个数据啊,还显示了 只要是治疗得当 病人呢,在发现癌症之后啊 有接近70%的人都能够呢 再活5年或者以上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徐才厚从检查处有膀胱癌到死亡 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连上面数据的那个平均数啊都达不到 也就是说他比普通人呢 还要了提早死亡 大家都知道 中南海高官的寿命啊 那都是很差的 90岁死了,那叫做短寿啊 而徐才厚死的时候呢 还不到72岁,简直就可以叫做是夭折了 因为啊,中南海的这个医疗保健 那是举世无双啊 事实上由于近代这个医学昌明 尤其是器官移植手术呢 越来越成熟的情况下 那是想死都不容易啊 像美国那个前国务卿基辛格 做了6次心脏手术 据说呢 还到中国了去换过心 现在基辛格已经是99岁了 还活得好好的 今年7月份还跑到北京去 习近平为了给现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连事干 还高调了会见了他 为了中国人的老朋友 北京都这么拼 为基辛格的健康操心 为他换心 徐才厚 如果他也享受真正的中南海国家级领导人的待遇的话 这区区的膀胱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换几个器官不就活下来了吗 所以呢 治疗不是问题 不让治疗呢 才是问题 徐才厚之死啊 问题就是出在了这个治疗之外 准确的说是出在了三个女人的身上 其中呢 有两个是他的情妇 一个呢 叫汤灿 一个呢 叫张兰兰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徐才厚在死了以后啊 习近平还不解气 还给他赐了个名字呢 叫做国妖 为什么叫国妖呢 有人说啊 那是因为徐才厚 有个情妇叫汤灿 提到汤灿 大家就知道汤灿呢 也有个外号 就叫军中妖姬 一国妖 一妖姬 中共国可以说是妖物弥漫啊 现在就更加不得了了 在中南海啊 几乎抬头看到的 都是一些妖魔鬼怪 而习近平 这个牛魔王呢 就是最大的妖怪 汤灿为什么被人称为军中妖姬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 是长得好看 长得像妖精一样 另一个原因呢 是他是个公共情妇 是徐才厚训练出来呢 专门为增加中共的这个高官生活情趣的 他呢 那是高歌一曲 魅眼一飞啊 老领到门 那是乐业无穷 连上朝都是要忘记的 能歌善舞的汤灿呢 原本呢 只是唱唱歌啦 跳跳舞啦 后来被这个徐才厚看中呢 发现呢 他是个特别的人才 在中南海大受欢迎之后呢 还在汤灿35岁的时候啊 把他呢 特招入伍 一当兵 他那个职务啊 就已经相当于是大笑 黎将军呢 也就一步之遥了 本来汤灿呢 是这个徐才厚啊 政治突击的一部分 通过了美女去搞定中南海 不料偷鸡不着 反噬一把米 后来汤灿经历的男人多了 像什么周永康啊 薄熙来啊 李东升啊等等 加上他呢 这个玉贺蓝田啊 尤其的是看见这个珠宝翡翠啊 就没有了这个自控力 徐才厚呢 就控制不住他了 后来这个汤灿呢 还反水 屠靠了这个彭丽媛 成为彭丽媛红粉兵团当中的一员 把薄熙来啊 周永康啊 徐才厚啊 三个人见不得人的事呢 告诉了这个习家军 为后来习近平呢 扳倒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 那是立下了功劳 汤灿这个窝离反呢 在徐才厚之道之后呢 在2011年 就把这个吃你爬外的 这个汤灿呢 给抓了起来 军阀从事 判了个七年刑 有人呢 甚至还传他说 得了什么艾滋病呢 已经被弄死了啦 等等 不料到2016年呢 等到徐才厚死了 郭伯雄也判刑了 汤灿呢 竟然付出了 这些啊 做过中南海后宫的人 像周永康的那些情妇 有谁能够付出啊 叶银春呢 沈冰呢 甚至高官夫人的公共情夫 瑞成刚等人 问题都没有汤灿这么严重 他们坐完牢了 有谁能够付出 汤灿能够付出呢 其实就是坐实了 汤灿呢 就是彭丽媛红粉兵团的一员 曾经呢 为习家呢 效劳 立过功的这种传闻 因为徐才厚把这个汤灿治罪呢 就得罪了习近平 习近平呢 这个还是能够忍受的 而习近平不能够荣下这个徐才厚的呢 是徐的另外一个情妇 她呢 就是军中第一美女 张兰兰 不得不说徐才厚带兵打仗 可能不在行 但是培养军中妖记啊 那还是有一手的 像汤灿一样 比汤灿小五岁的这个张兰兰呢 也是徐才厚啊 一手发掘出来的美女 当然也是最早自用 是她的这个情妇 后来张兰兰呢 就嫁给了习近平的弟弟 习远平 成了习近平的弟媳妇 同样是军中出身的张兰兰 能够进习家的大门 本来是徐才厚的一步好奇 可惜的是徐才厚下错了 他不仅呢 没有从中捞到好处呢 反而丢了自己的性命 为了这个小他37岁的情妇 张兰兰徐才厚可以说 当爷当爸当情人 那真是没少花心机啊 张兰兰呢 是从小就学习舞蹈 15岁呢 就进了成都的这个军区 战旗歌舞团 19岁的时候 他到这个北京去参加 全军的文艺会演 当时担任总政治部 常务副部长的徐才厚呢 对他呢是一见难忘 第二年呢 就把张兰兰从四川呢 调进北京 成了总政歌舞团的首席主持人 也成了这个彭丽媛的同事 在徐才厚的这个推波助澜之下呢 张兰兰很快呢 就被外界称为军中第一美女 并且呢 开始进入影视圈呢 拍电影 拍电视 本来像总政歌舞团呢 是不准团员呢 外出拍戏的 不过有徐才厚呢 在后边罩着 张兰兰当然是例外 想出去拍就出去拍 但是后来他还是觉得 部队的这个规矩太麻烦 例如啊 要出国拍戏啊 要拍什么角色 还需要领导审批啊 还有就是这个团长彭丽媛呢 总是爱给他穿点小鞋 张兰兰觉得太麻烦了 于是呢 干脆就转业专心去拍戏了 张兰兰在进入影视圈以后呢 那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啊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呢 就连续接拍了六七部连续剧啊 而且呢 是从来都没演过配角的 他接演的这些作品呢 也都全部都是大制作 跟他合作过的导演呢 演对手戏的男演员呢 都是中港台的那种 重量级的那种明星 像什么唐国强啊 张铁宁啊 陈宝国啊 王刚啊 陈道明等等啊 这实际上呢 就是向外界摆明 张兰兰 他这个背景啊 那是深不可测 后来有媒体还不信息 跑去问他的这个 北京世纪锦绣公司的经纪人 戈聪 问张兰兰 为什么这么牛啊 这个戈聪呢 倒是不说大话假话 当时对记者说啊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能说 我只能告诉你的是 我们集团呢 主要是经营房地产的 阮子这个娱乐圈呢 纯粹呢 是为了这个张兰兰 他主演的江山风雨晴啊 贞观长歌啊 我们集团呢 是低途之上 而我们这个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呢 也纯粹是为了他而成立的 旗下呢 也只有张兰兰一名议员 徐才后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 去捧红张兰兰呢 很简单 两个人上过床是泡友嘛 后来徐才后为了更好的控制张兰兰 又安排张兰兰呢 与央视的一个普通员工叫陈丹的结婚 但是没有过多久啊 嗅觉灵敏的徐才后呢 又发现了政治的新迹象 马上又安排这个张兰兰离婚 并把他呢 送给了一个神秘的太子党 张兰兰对徐才后这个大恩人大情人 那当然是言听器从又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和这个太子党啊 那是打得火热 以至于这个当时红透不止半边天的军中第一美女呢 又任性了一把 在2008年 突然神秘的凭空消失了 不只是他的人不见了 他的贴吧也关闭了 总之呢 好像在中国了已经没有这么一个人了 当然他的消失绝不会没有原因 就在那一年了 习近平成为中共政治局的常委 成为储君 六年之后直到徐才后落马 张兰兰才又算回到了人间 当他突然以习近平弟媳妇的身份出现 可以说是令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那么这个当年徐才后的情妇 怎么一转身就做了王妃了呢 2014年10月15号 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 《烧您美丽》 接着回忆他父亲往事的集会 为张兰兰是习家的媳妇 证明天下 讲述了两人结合的经过 2005年49岁的习远平和25岁的张兰兰开始谈恋爱 到2008年他们建立了家庭 习远平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呢 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 这朴实率真的巨大欢乐 淹没了种种世所非难 你不懂我 我不怪你 这是兰兰常常引来幽默应对的一句名诗 以至于我们面对一些误解 乃至重伤时 难于理会 往往一笑直直 习远平没有说明 其子张兰兰所面对的误解和终伤是什么 而人们之所以对习近平的文章感兴趣 就是文章中提到的误解重伤的背后 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很清楚 这篇文章字里行间挑明了习近平兄弟之间 以及彭丽媛张兰兰 走理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是谁在误解和重伤张兰兰呢 答案是误解的是习近平 重伤的是彭丽媛 作为总政歌舞团的团长 彭丽媛是张兰兰的顶头上司 对张兰兰的爆红 以及与徐才厚的关系 那是一清二楚 能重伤的只有他才有资格 有了彭丽媛的重伤习近平 才会误解 那么彭丽媛又是怎么重伤 为什么要重伤张兰兰的呢 原因也有好几个 一个呢就是张兰兰是徐才厚的情妇 是徐才厚的人 第二个就是张兰兰呢 不只是有徐才厚一个情人 他的情史太难 私生活混乱 第三个就是张兰兰呢 原名叫张小雪 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啊 在福建的时候啊 有个情人叫孟雪 这个孟雪呢 曾经很长时间呢 都是彭丽媛的噩梦 现在习近平的身边又来了一个叫小雪的年轻貌美的女人 彭丽媛又怎么会不重伤呢 更何况啊 张小雪那是青春美丽 论相貌远胜彭丽媛 万一习近平想起来要看雪花飞舞的美景 那还了得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徐才厚安排张兰兰进习家呢 肯定是另有目的 而且呢 动机是绝对不存 至于这个目的动机很难说得清究竟是什么 总之呢 彭丽媛那对张兰兰呢 是一万个的不放心 至于习近平相信他每一次看到张兰兰心中也都是五味杂成啊 都会想到徐才厚他这个政治对手呢 那一副爬灰的老面孔 你想想他怎么能受得了呢 正是因为彭丽媛的重伤和习近平的误解 张兰兰与习远平的婚姻呢 始终都不被习家所接受 至今都不准他进习家的大门 当然这也是习近平呢 对徐才厚恨之入骨 非得要把徐才厚搞死的真正原因 其实徐才厚已经死了这么多年 张兰兰作为习家的媳妇呢 也已经是十多年了 但是习近平彭丽媛显然并没有放松呢 对张兰兰的提防 不过有迹象显示呢 习近平在没有亲信可用的情况下呢 习远平这个拥有澳大利亚国际的这个外国人呢 已经是当起了亲王在军纪处呢 行走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彭丽媛和习近平要徐才厚 一定要死才能解恨的呢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彭丽媛呢 曾经啊长期担任这个总政歌舞团的团长 本来啊应该对这个总政歌舞团呢 有很深的感情 但是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上台之后 居然就把这个总政歌舞团呢 给解散了 按说如果彭丽媛说不解散 习近平敢说一个不知 可见彭丽媛呢 对这个总政歌舞团呢 那是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的 原因是什么呢 有传闻就说啊 当年徐才厚这个色中恶鬼啊 作为彭丽媛的顶头上司呢 曾经在几次开会和视察的时候啊 都对这个彭丽媛毛手毛脚的 想吃他的这个豆腐 习近平当年还远在福建 仕途呢 也都还磕磕绊绊 虽然呢 有习仲勋老爷子的威名啊 但那个时候啊 也已经是个老糊涂了 彭丽媛那是球员无门 对徐才厚 自然是讨厌的不得了 也就是这个原因呢 总政歌舞团呢 给他留下的呢 可能有一点点美好 但更多的是这个阴影 后来导致他要习近平呢 下令把这个培养军中邀记的 这个总政歌舞团呢 那是一关了事 这一期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